山东密室当中,韩力沉吟片刻又开口说道 魔光道友,可还愿意继续跟随韩某 如你所见,我现在处境极糟 你若想要离开的话,我是不会加以阻拦的 道友,何必是我 我虽然只是灵性不全的一缕残魂 但是天魔契约仍然有效 如今甚至更加无法违抗其中的契约之力 以我现在的情形若是离开道友的话 恐怕反而更加危险 好,道友既然如此说了 我也绝不会亏待于你 只要韩某重新恢复昔日法力 就一定设法给道友补权,神魂灵性的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收集此界的一些信息和资源 看看能否先恢复往日法力再说 一切由韩道友做主了 我如今不宜在外面现身太久 就先回去休养了 魔光身影一阵的模糊 化作一团黑雾 涌向了韩力印在地面上的影子 很快消失不见了 韩力沉重地长呼出一口气 看了一眼还沉睡着的柳乐儿之后 缓缓闭目调息起来 小半日之后 一只昏睡的柳乐儿才清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就看到 韩力正闭目盘膝坐在身边 而之前对他们心怀不轨的那名老道 则一脸小心神色立在一旁 几乎同一时间 韩力睁开双目 微笑开口 你醒了 柳乐儿身子顿时一僵 盯着韩力的双眼神色复杂 半天才喃喃开口 石头哥哥 你 你的病好了 乐儿 我的名字叫韩力 以后你可以叫我韩大哥 柳乐儿闻言脸色变了几遍 不由地黯然了下来 有些勉强地叫了一声 韩 韩大哥 此时高大青年在他看来啊 赫然有几分陌生之感 韩力将柳乐儿的神色变化 全都看在眼里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一丝笑意地说道 你放心吧 我虽然清醒了过来 但是这几年的事情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我还是你的石头哥哥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他 少女听到这句话后大喜 眼里泛着泪光 叫了一声石头哥哥 就无法自已地扑向了韩力的怀里 韩力有些宠溺地揉了揉少女的脑袋 我知道你有一肚子疑问 不过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全部告诉你的 柳乐儿有些懂事地点了点头 没有多问 但又看向站在一旁 神色万分紧张的老道士一眼 神情间又有些惊疑起来 韩力站起来 目光有意无意地 扫了白石真人一眼 笑着说道 白石倒有是自己人了 以后借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再对你出手了 是是是是 这老道士身子猛地一颤 急忙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 后背已经是冷汗淋漓 柳乐儿见此情形 神情这才松弛了下来 走吧 我们出去吧 韩力牵起柳乐儿纤细的小手 走到假山密室的门前 抬起一只手掌 放在了石门上 正要推开时 他的动作突然一致 眉头也跟着皱了一下 柳乐儿感受到 韩力细微的变化 仰起头望着他 眼中浮现出一丝茫然之色 还真是凑巧啊 韩力笑了一声 没再迟疑 一把推开石门 大步走了出来 外面的天色幽暗 显然已经是晚上了 然而从小岛往外望去 整个渔府此时 却是火光冲天 恍如白昼 震震令人心悸的 沙喊声从前院传来 中间还夹杂着 一道道巨大的爆炸 轰鸣之声 渔府到处都有 鼓鼓浓烟升起 如同一道道粗壮的 灰黑色的妖笼 奋力地扭曲着 耸入野空 即使韩力三人 所在的湖心岛 远离渔府众人的 聚居之地 空气中也同样 弥漫着一股浓重 异常的血腥气味 柳乐儿望着 火光四起的渔府 脸上满是 难以置信的神色 问道 这是 怎么回事啊 白石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晚辈也不知是 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瑜伽的仇家 照上门来了吧 白石真人 迟疑地说完这一句 就恭敬地看着韩力 一副任由韩力做主的样子 韩力看了一眼 身旁的柳乐儿 发现她正仰头望着自己 当即沉吟片刻后说道 嗯 不管怎么说 我这次能够清醒过来 也算是欠了 这位七小姐一个人情 倒也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去看看吧 说吧 三人走出道观 下了山 沿着石桥 一路赶往渔府前院 越是临近呢 前方传来的喊杀声 就越是清醒 等三个人 到了那道圆形拱门处时 一副修罗场般的凄惨画面 出现在他们眼前 之间拱门之后的小院里 层层叠叠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 其中大部分都是宰相府 护卫装束 只有极少数穿着一袭 夜行衣 院落里火光映照 靠近前院的一处角落里 正有一片半壶状的白色光幕 撑开 将十数名黑衣人 阻在了外边 这时候 一道成年人手臂粗细的 螺旋状的火锥 从那些黑衣人当中 高高地飞射而出 飞至光幕上方数十丈出时 锥头忽然向下一转 如同一道火龙般 急速旋转 腐冲了下来 轰的一声巨响 旋转火锥砸在那层光幕之上 使原本就不如何凝视的光芒 顿时溃散开来 继而 彻底的碎裂 紧接着 一声低沉的嗓音响起 杀 那十数名黑衣人 立刻挥刀而上 朝着角落逼了过去 韩丽没有动作 只是轻轻吐出两个字 救人 一旁的白石真人 立刻一步跨入院中 猛然张口一喷 一股黑光便从其口中喷发而出 那柄蛇形飞剑在空中 乌光一闪 眨眼间来到那些黑衣人的头顶 就听到 争的一声锐响啊 飞剑在虚空中 骤然一阵 数十条油蛇般的黑色的剑气 从剑身上急射而出 直坠而下 院落之内 顿时一阵扑扑作响之声 连绵不断响起 痛苦惨嚎之声打坐 十数名黑衣人当中 除了一名短须汉子 稍微反应稍快 一个翻身滚出 树杖之外 其余人全都死在了当场 短须汉子力声大喝 什么人 白石真人毫不理会啊 单手并指一挥 悬在半空中的飞剑 立刻俯冲而下 直奔着短须汉子的胸前 短须汉子面色一变 来不及多想 袖袍一抖 一面蓝色小盾 从袖口飞出 一个盘旋迎风便涨 化为了巨盾 挡在身前 同时他单手一扬 那道螺旋火锥 呼的一声火焰爆炸 急速朝着黑色飞剑 对撞过去 就听到砰 一声巨响 只见半空中火光四溅 那道螺旋火锥 已经炸得四分五裂 化作团团火焰 朝着地面 跌落而下 至于那边黑色飞剑 却是乌光一闪 竟直刺入了短须汉子的胸膛 那蓝色的巨盾 则如纸壶的一般 被一扎而破 似乎什么作用也没有 短须汉子口鼻堂血 艰难地喊叫 接单气修师 白石真人 挥手召回飞剑 口中不屑 区区铸鸡 也敢再盗也 他这话没说完 就立刻把嘴闭上了 有些悚然地偷瞄了一眼身后的寒厉 寒厉 寒厉丝毫反应也没有 只是带着柳乐尔走到院中角落 那里正缩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呢 是一名青年男子 青山燃血 发丝凌乱 虽然有助击器的修为吧 但是此刻气息衰弱 显然已经快要历劫不知了 在他身后 则缩着一个身着丫鬟服饰的少女 身上到处都燃血 正瑟瑟发抖 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柳乐尔看清楚丫鬟的面容 先是一愣 但马上试探地叫了一声 小吴姐姐 那少女身子一僵 慢慢从青年男子的身后探出头来 在看到柳乐尔的瞬间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柳乐尔连忙上前 把她搀扶起来 那名青年男子缓了片刻 也强撑着站了起来 冲着白石真人 惨然地说道 真人 快 快去救七小姐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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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